一场0比1,一场0比0,国足远赴西亚的两场热身赛,的结果不能算好看,就连球迷们也只能冷笑一声,笑谈一句对阵亚洲极限球队,都不能看好国足, 占平巴林后,国足将士们也连夜离开了巴林,踏上了回国之旅,等待他们的,还有将要来临的中超联赛,压力不小,当地时间凌晨一点,国足将士们被拍到了在巴林机场的照片,看起来也是满脸疲惫,其实,在国际比赛日短暂,的间隙远赴西亚确实是一个苦差,也许,这也是大家没有太多的体能拼进, 全力的原因之一吧,然而不管怎样,对于球迷们来说,只要代表国足出战就应该拼尽全力,因为他们身上穿着,但适应有国旗的对付, 两场比赛过后,中国足球队官方写道,相信在今后,队员们定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力争在国家对中共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 也请球迷朋友给予足够的信任与支持,不知道这话里有话的总结是什么意思,球迷们必然会继续支持,但是也取决于球员们的精神面貌, 踏上归国之旅的大咖们暂时可以忘记骂声了,毕竟已经习惯了,也影响不到什么,和大家疲惫的面容相比, 国足大咖们的服饰,背包还是和以往一样金光闪闪,一群人如此大阵仗地出现在机场,足以惊到不少人, 只见赛场上十分卖力的吴磊穿的是亚历山大麦昆的副牌MCQ黑色上衣红色印刺,十分亮眼,严峻零身穿, 轻奢品牌莫斯奇诺MOSCHINO卡通大力士印在胸口,崎岖盎然,告离吗?背包是LV,T恤是近年来比较火的个性奢侈品牌, 巴黎世家,高端大戏上档次,张成栋也背着LV老花经典款,衣服倒是看不出什么,和众队友狂秀各式各样的奢侈品相比, 赵旭日,倒是堪称异类,一身国足队服,一双耐克运动鞋,简直朴素地让人吃惊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单身,没有人给购食衣服,看到球员们的服饰和以往一样亮眼, 有不少球迷感叹,什么时候他们的表现和打扮一样亮眼就好了, 当然,也有另外一种观点,人家赚钱多,爱怎么穿怎么穿咯, 不过,由于国足球员一直以来收入和表现不成正比,经常被球迷们诟病, 前几天亚运会,归国的U23球员们被发现,甚至有人给提醒了, 而朱婷这样的女排姑娘都是自己提的,更是引发了一片骂战, 坦率地说,职业球员收入高是市场决定的,如果他们为此有能力, 给自己更好的生活条件无可厚非,但是有个前提,希望他们不管何时都能对得起这份高薪和球迷们赋予的地位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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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